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马克就是有阿迪饰演的马克 他面试了49次 那都失败了 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在最后一次第49次失败的时候 他在搭电梯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在电梯里的 可以说是英魂 就是电梯先生 那就是由我饰演这样子 那去教他一些如何在上班在职场上需要应对的事情 然后他在再次的面试当中 因为一个很奇怪的机缘 他买了 他跟高中生买了一支钢铁人原子笔 爱心笔 那后来他面试的老板原本要赶他走了 不录取他 但是看到那支原子笔 是他的儿子找了 他找了一个礼拜找不到 现在他找到了 对 但是盗版的 他不知道 他不在乎 那就他就 这个老板就录取了马克 是 马克就开始在上 进入了这间广告公司 然后看他的那个职场的生涯 这样子 所以他理所当然是这个职场里面最菜的那个菜鸟 对 没错 所以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开始遇到了一些状 在剧里面就遇到了一些状况 遇到了很多很奇怪的主管 或是一些怪怪的同事 遇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呢 一直到后来 他跟老板还有主管们开了一次会 这个会呢 是要提议这个建案的案名 跟整个行销的规划 那在里面也发生了很多 很离奇有趣的事情 那马克他尽量想要 想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案名 可是一直都被打枪 然后但是主管们想的 跟老板们想的 各自都很奇怪 老板可能都一直在看他的花 一直在自拍这样子 对 那我最后呢把所有的工作 都还是交给了最态的马克去处理 对 所以马克到底可不可以突围 然后不要当那个最惨的菜鸟 然后他又怎么被欺负 马克你动作也太快了吧 什么时候加剑啊 不好意思 我有些东西要跟Jason确认一下 你再加剑不再确认好不好啊 我才会不散手而且查理师叫我去备而已啊 公司找你来就你来做事 不是要替你找借口 几点以前会好啊 到马上就好了 动作快 动作快一点的嘛 不要下次不见了 不愿你就指定了 不会了 不要上司了 不要以为你是色情大师 你不是 几点以前会好啊 很快很快 很抱歉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不是 我第一天上班 就遇到地震跟海啸 我还不是撑过来啦 我不想再接任何借口啦 我在赶了 我在赶了 我真的在赶了 老板来了 老板出现了 赶快离开地雷区 低头装马 眼神不要跟老板追上 我害怕 他就是我们的老板 如果我不是这么菜鸟的话我就 但是没有锣果 菜就是该死 我的嫩脸生来就是被人家打的 嫩干生来就是被人家操的 如果你问我人生最后悔的几个moment 其中之一 那一定是在肯忙肯忙的时候 跟老板对上眼的瞬间 上班一天 人间十年啊 我们做的是资本主义的工作 领社会主义的薪水 老板还提出柏拉图主义的理想 功劳采社会民族主义 结果做出抽象主义的成果 还实施法西斯 但就结果来看 公司根本就是超现实主义 刚刚那一段话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听到的 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庆幸我留下来了 找几个同事去庆祝一下什么的 但是 我连一个人都还不认识 非常谢谢两位给我一个非常正大光明的借口 在节目上说 靠腰 就两个字 而且一连还可以讲很多次 对 我们待会会一直提到 可是我觉得靠腰 现在已经好像不是像以前人家觉得是一个脏话 因为现在靠腰好像是每个人的运动 全民运动 因为每个人好像都一定要提一下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靠腰对我来说是等于抱怨 那 抒发 对 我觉得人有时候接受压力 或者是压抑的话 就像一颗气球一样 会越鼓越大 那如果你没有事实地发泄一下你的情绪的话 这气球总会一定会破掉 是 对啊 我到时候会干什么傻事都不知道 对啊 所以我觉得人活着是需要靠腰的 靠腰很必要 靠腰还不错 生活中的必要 但是还是不要在长辈的面前靠腰 但是靠腰是我们一种宣泄 或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有时候抱怨一下也是蛮好的 很健康 对 其实不错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精彩片段里面 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 我们三个就笑到不行 我自己觉得最好笑的是 有人说老板来了 赶快装盲 低头装盲 低头装盲 那句刚好是我说的 是 是我的台词 我自己讲的声音觉得蛮好笑 对啊 真的还蛮写实 对 就是有写实的写你 去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对啊 两位有当过上班族吗 我有当过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就受不了了 怎么说呢 我那时候刚退伍 然后退伍的时候很担心自己没有收入 然后从高雄回来台北 然后找房子生活费都自己来 所以我就到我自己的 自己的经纪公司 也就是电视公司 我当制作助理 然后就是每天 果然是最菜的那一口 对 就是最菜的Lookie这样 然后每天要打Round Down 节目的流程 还有脚本等等 是 那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怎么说呢 因为它就像是一个 真的是上班一天人间十年 立刻都可以把里面的台词拿出来用 对 因为它一天不是 就只有吃饭打电脑就过了 你有可能到12点下班 12点是晚上12点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很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因为院长说下班才能下班 我们制作人说下班才能下班 有时候是晚上10点 有时候凌晨3点 然后3点回去你还有VCR要减 那我觉得我记得我一次最高的记录是 录影的前一天 我们通常都是两三点在结束 但是那一次我们到4点半 4点半回去我洗完澡 我还减VCR 弄到了7点 然后我8点出门去录影 那就这样子 每个礼拜就一次轮回 每个礼拜就一次轮回 事情没有做完的一天这样 对 尤其是你在最下游的时候 当上面只要一句话 下面坐8个小时全部等于没有发生过 就是重来 所以你根本就是马克的化身 也还好 因为我相信比我苦的人还有很多 因为我半年我就逃离了 对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上辈子做坏事 这辈子做电视 对啊 好写实哦 对啊 那时候我就做这时候我觉得 我还是喜欢表演 我还是喜欢逗大家开心 我不能一直坐在那边 觉得自己肚子越来越大 那就毅然决然地提辞成 然后就继续重施表演的工作 老板始终没有叫过他名字 每次就让他说 那个谁 你是谁啊 你好 你已经问第18次了 我叫马克 那个谁 就是一直重复这件事情 永远不会记得他的名字 对啊 因为太菜了 对太不重要了 对啊